一辆白色洗美轿车直直往十字路口开去 车速看起来相当快 对向车道一辆黑色休旅车突然左转冲出 白色洗美车头往右一偏试图想要闪避 但还是被拦腰撞上 两辆车直冲路边一旁骑士也被撞飞 白色洗美车身多出变形 车内右侧前后两名男子卡在里面动弹不得 警销人员出动破坏工具 费了好一番功夫 才把受困伤者救了出来送上救护车 一二三 肇事的黑色保时捷车头几乎全毁 零件散落一地 不幸被撞飞的骑士 因为伤势严重紧急送一急救 但撞击力道相当大 机车椅垫整个脱落 车体零件外露 机车上我不知道 我那是根本没看到 你会手受伤 对我会手受伤 没关系他们没事就好 他们看起来 他们看起来都没有生命为主 有一个机车被撞到 那个感觉比较不妙 还原事发经过价值三百多万的保时捷修旅车 原本要到加油站加油 却疑似抢快违规左转 撞上执行喜美轿车 带转骑士也被波及撞飞 揍成五人轻重伤 保时捷一事卫一规定 卫一号制左转之后撞到执行的智小客 然后智小客再不小心撞到那个 带转的机车 骑士伤众一度命为 经抢救后目前还在观察中 只是为了抢快几秒钟 违规闯灯左转 因此引发车祸 害得无辜路人受伤 驾驶得负起全责 记者杨中盛 陈芷芳台北报道